近来麻疹在全球肆虐,很多麻疹已绝迹的地区再出现疫情。 去年10月至今,全球25个国家被列为了第一级的注意级别。 过去只有儿童容易感染,而现在成年人都不例外, 甚至连医疗发达国家也阻止不了麻疹扩散。 架国纵横,星期三多岸时间晚8点,西岸时间黄昏5点为你探讨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